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今天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看的蕾丝顺衫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款顺衫呢 它的绿色呢真的非常美啊 春秋的季节来入真的是非常合适的 大家一起看一下它的款式 它的款式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美的 大家离近点看一下 中间呢 它是拼接了一个蕾丝的一个材质啊 非常精美的一个蕾丝设计 非常有层次感 而且呢 这个看起来呢就是比较优雅的 扣子的话呢 大家也看一下 是一个铜色系的一个扣子啊 非常好看的 做工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 做工走线各方面都非常整洁 它整体版型还是蛮宽松的啊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是S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绣型 袖子的话呢是一个衬衫袖啊 不过它这里做了压折设计 它是蛮细节的啊 大家离近点可以看一下啊 比普通的那种袖子要更好看一些 更精美一些 这里有一粒扣子设计啊 袖子设计呢非常简约又赖看 后面的话呢是一个纯色的 它的面料呢也非常的柔软轻肤啊 是百分百棉质的呢 透气不闷热 现在呢我们把它穿上双 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颜色呢穿上身真的非常的显白 而且呢它前面拼接的这种蕾丝呢 就非常有层次感 而且呢也非常有质感啊 颜色很显白这个颜色 这个绿色呢我觉得春秋或者春夏的季节来穿 都是没问题的 它面料是一个薄款的一个衬衫 黏制的 透气又舒适 袖子设计呢也非常的精美啊 非常好看的一款袖型 它的整体版型还是蛮宽松的啊 我们下面搭配了一个牛仔裤 好 塞进去就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下面我就搭配了一个深蓝色的牛仔裤 搭一双小白鞋 这样一套穿非常好看啊 非常清新的感觉 而且呢非常有质感 喜欢宝宝可以放心入 这条深蓝色的牛仔裤呢是非常百搭的 刚好搭配这种绿色的衬衫呢 一套穿就非常清新 而且呢也非常有活力的感觉 如果平时大家穿衬衫觉得很单调的话 可以搭配一个小鸡尖啊 我买了一个白色和绿色的小鸡尖 现在把它打开搭配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样简单的做个搭配装饰呢 我觉得就更有层次感一些 整体上呢会更好看一些 这是白色搭配的效果 现在我们再搭配一个绿色 这件绿色小鸡尖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搭配白色的衬衫啊 会更好看一些 当然了它也是可以搭配绿色系列的衬衫 都是没问题的 刚好今天搭配的也是这种绿色系 一套呢搭配上来就非常和谐 这样一套搭配呢也是非常好看的 更时髦一些 搭配一个绿色包包 这样一套穿呢非常的清新 不管是上班还是学生党都是可以去入的 总的来说呢这件蕾丝衬衫呢 真的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无论是它的做工还是走线都非常的整洁 关键是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 喜欢剪面完全可以放心入的 小家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责民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